妻子从广东赶回来 饱含心意的土头碗第一个上桌 熟悉的味道安慰着一家人的味蕾 长途跋涉的辛苦 起早贪黑的忙碌 亲人分别的苦涩 在这一刻得到慰藉 一道美食 成就的是一方滋味 也是一种情怀 寒冬到来 在中国南方 凝固的水汽点缀出这个季节的另一番景色 尽管陈雾还未散去 湘江之流迷水河上 于家人手中的船桨 早已拍击出新一天生活的浪花 坐落于湖南省南省东部湘江岸畔的城市 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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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用平时的双奖和朝耕暮云的生活 呈现出恒东这座城市的别样精彩与内涵 要获取新鲜的食材并不容易 一道纯正的恒东土菜少不了这样的环节 女儿和女婿正在回家的路上 三张镇塔冲村村民谭文昭夫妇 却早已忙活了起来 一桌家乡菜 是老两口对儿女最质朴的情感 无论身居何处 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总有一份牵挂来自故乡 而味蕾的触碰可以品尝到家的味道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香菜以鲜辣味重而闻名 恒东土菜则是香菜菜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分支 蔬菜肴是香菜 蔬菜肴以城市命名包含了其制作过程中的独特性 缺少了 缺少了恒东三宝 再好的美味也无法成为地道的恒东土菜 黄贡椒 盛产产于恒东地区的辣椒 成熟后 通体成金黄色 恒东人钟爱它的原因 除了这鲜艳的色彩 还有其略带香甜的辣味 如果说辣椒带来的是味蕾的刺激 那么茶油则是对舌尖温润的调和 初冬是油茶果采摘的最佳时节 饱满的果实并非食材 却是恒东人餐桌上的主角 用油茶果榨制茶油 恒东人沿用着祖辈们的传统 尽管过程繁复 颇费时日 但再多的辛苦 也抵不上茶油的清香 一道美食最具吸引力的 往往不是食材本身 正如恒东土菜 它已超越了人们对食物原有的期待 高温可以保持食材的鲜美 茶油能够赋予菜肴清香 再加入三宝当中的当地米酒 黄贡椒 片刻之间 一道鲜辣入味的恒东土菜 便复原出恒东人餐桌上的记忆 从农家厨房到城市餐厅 历经时间的浸润 恒东土菜 正成为这座城市一张响亮的名片 父母的操持始终是儿女们眼中最熟悉的场景 团聚是彼此久盼的心愿 整洁简朴的农家小院 一桌家乡土菜 凝结着亲人的店面 也挥散出家的味道和聚散的乡愁 古码头上 随着一艘艘渡船相继靠岸 白沙谷镇的宁静逐渐被打破 每逢赶集日 十里八乡的村民 都会前往地处四线交界的 长宁市白沙谷镇 而一种白沙特有的美食 将为村民们充实的一天提供能量 自清朝起 白沙谷镇便凭借河面宽广的冲灵河 成为长宁的重要集镇 彼时 男人们经常外出经商 女人们便制作可长期保存便于携带的烧饼 宫南人们在遥远的旅途中冲击 光阴流转 虽然曾经的繁华不在 但白沙烧饼从未缺席人们的生活 白沙谷街始建于明末清初 古时有百日市场支撑 目前仍保留古商铺九十余家 在古街上经营烧饼铺的廖永华夫妇 终于盼来了订好的茶油 他们要抓紧时间 为街坊赶制一批有重要用途的烧饼 面团已发酵好 只差当地的特产茶油赋予它独特风味 二十多年的默契搭档 不用出声 夫妻俩已经按照往常的分工行动起来 在廖永华的均匀柔活下 面团吸饱茶油 含有大量输水集团的油脂分子 阻止了面筋的形成 使面团内部松散 由于茶油分子结构极为细密 奠定了烧饼烘烤后分明的层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